位在七堵区的七弦桥 由于属于危险桥梁 基隆市政府早已经陷中 10公吨以下的车辆才能通行 不过经过这里的大小车辆还是很多 车流量非常大 因此路面经常凹陷不平 影响行车安全 市议员杨秀玉特地邀请基隆市政府 以及七堵区公所等相关单位现场会刊 要求尽快改善 因为居民常常在这里跌倒 坑坑洞洞跌倒 还有这个整个桥梁 也有整个桥梁的部分 我们也有整个限重量的限制 希望说我们在工程的部分 能够尽量的去争取 七堵桥坑洞部分 仰工科说这几天会尽数 来完成补坑洞的部分 把它完成这样子 至于七堵桥什么时候可以改建呢 杨秀玉也希望市政府公务处 要尽早提出规划和齐程 七堵桥在多年前也被列为危险桥梁 那那个也禁止这个十顿以上的这个大货车来行驶 那我们公务处 这个李同仁李处长也这个报告过 也这个针对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七千桥这个部分 也已经有这个改建工程的一个 一个报告 已经有把它列为 我们已经这个整个改建的整个计划都已经 已经这个设计报告都已经完成了 但是就是说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要去追踪 因为这个列为危险了 你没有赶快去赶快去处理的话 这对我们整个行的这个安全的部分 整个过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陪同会刊的基隆市政府 相关单位人员表示 七闲桥路面不平的情况 将会先尽快处理改善 维护行车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采访报导